欢迎收听老头 聊聊第二代第43集代理经理人 上集聊到老唐去日本东京玩了8天 回到澳洲墨尔本之后继续工作 这段时间正好就是我们公司 自从卖掉旗下子公司 也就是澳洲第二大的百货公司 David Jones之后 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把David Jones 这个公司的系统 全部分割出去到自己独立的环境 过去几个月公司就是分析 到底有几个系统要做分割 因为过去几年的理念 原本都是要把两个子公司的系统 要越融合 以为会越好 但是系统上的整合 在一个商业或是企业的环境来说 基本上都是把双面认 因为商业的环境太多变 以为说两个不同的品牌 整合的越紧密 以为会越和谐 结果其中一半就这样私底下 被廉价卖掉 那这个交易案的内容 还谈到 母公司要协助被卖掉的 这个子公司 做完系统分割 而且有时间限制 如果超过这个截止日期 母公司将会被提出赔偿 所以今年3月1号完成签约 也完成法律上面的切割 也就是员工的合约 先切割好 然后一般员工 无法再享有 同时享有两个集团 通用的员工福利 同时办公环境空间 也都做切割 那是变成户不犯河水 然后公司的资讯 也不再是共享 老唐在这个交易案 被集团的母公司敲板 要被母公司留下 而且并且转派到 公司没有卖掉的 另外一个子公司 叫做Country Road Group 那他是在纽澳 甚至是南非的市场 都是一个连锁的 国民时装集团 那他旗下有五个品牌 那同时 因为老唐在这个公司 已经做了差不多四年 也开始变成资深的员工 那目前除了经理 经理目前最重用的人 我猜应该就是我 因为得到了非常大的空间 那也因此就是得到了非常大的空间 将会在这个切割的 企划案上面发挥 那这整个系统分割的企划案 企划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将会有一百六十几个系统需要做切割 那同时这些系统的合约 也都要完全分割 规模算是非常的大 上一集老唐还提到了 跟经理一对一谈话的时候 他建议我可以去度假 那这些短期的假期 可以让我走得更远 因此我去了日本东京 拔天游 结果经理后来也自爆 他要去美国三个礼拜 结果就在我回到澳洲岗位 工作岗位后 经理过不久就去了美国 那结果没想到经理就交接给我 那我的团队里面 事实上是有七个人的 那其他六个人 事实上全部都是印度人 那经理就是交接给我 要我去代理 经理这些原本做的这个 工作内容也并不是说真的是去 当一个经理 只是是原本经理做的事情 那都是等于说是交接给我去做 那譬如说一些比较行政的工作 那包括是内部的系统 批准其他队友的要求 或者是公司其他员工的要求 譬如说哪个部门的哪个员工 要求需要可以 可以使用我们公司的 Salesforce的CRM系统 那基本上 他们就是要在公司内部的 这个IT的系统上面 发出一个要求 然后也是要经过他的经理 还有我们这个团队的经理批准 那他才能被给这个access 那基本上我现在就是要去做 这个批准approval的这个 这个行政上面的一个流程 那 还有我们这个团队 就是每个员工也都要打卡 那打卡这个当然 你都是在虚拟的 这数位的系统上面打卡 就是要打说 这个礼拜工作了38个小时 那你这38个小时 你都是属于在哪一个 算在哪一个部门 哪一个码上面的经费上 那譬如说 对基本上就是要去批准 每一个人的 每个礼拜打的卡 那还要提供其他队友上面的 心灵的支撑 那譬如说他们工作 可能碰到难题 那我要帮他 帮他 没有可能没有不一定可以帮他 帮他解决技术上面的问题 但是我可以帮助他 给他一点就是咨询 就是给他说 建议说他可以要怎么样 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或是要去 我可以基本上引导他到 一个对的方向 那八月底的时候 公司就是有发生一些状况 那也就是原本是 四月多的时候 找了一个外面的一个顾问公司 那我们公司也是跟这个顾问公司 已经是合作了好几年了 那找他们进来 帮我们估价这个Salesforce的 这个CRM的这个系统的切割 那四月就已经找了他们来做这个估价 那结果花了四个月 到最后砸了一个添加给我们公司 那造成这个Salesforce的这个系统的切割案 就是严重的落后进度 那也是有拖延了非常久 那也变成是整个公司的这个 一百六十个系统的这个切割 所有的估价案里面 那是唯一一个进入关键路径的案子 那也就是严重进度落后 然后也严重超过经费 那也正好就在这个时间点 我的经理去度假了 所以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老唐就被解锁了一个从来以前 基本上是前所未有见识过的一个视野 那居然当经理是这样的 不但是每天早上九点十五分 都要参加经理级的集会 那我们IT部门的CIO 然后也会在会议里面 然后所有比我经理更高一阶的高层 也都会参加 那后来也是每天日历都被订满 几乎每天 几乎每天 那整天基本上都是在开会 那因为接洽了这个 第二个这个专门做Salesforce的 这个顾问公司 然后也请他们来估价 那就是要来做一个竞争 跟另外一家 我们原本找的那家顾问公司要做一个竞争 那要打一个价格战 那没想到他们这家来自印度的全球顾问公司 居然就派了资深顾问 从印度飞来澳洲墨尔本 这边进行三个礼拜的挖掘会议 那我同时就要带领我的经理 那也同时要做原本自己的工作 所以工作算是非常的忙 这个时间点除了这个 分割企划案发现经理的放假的自动回复 那真的 还真的也写到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找我 那没想到真的一堆人都跑来找我 什么专门谈续约的 就是采购要续约的这个商务的经理 也找我来帮忙解释合约啊 审核这个合约 那还有整个集团新一年 Salesforce旗下的产品的合约 应该要采购多少的量 那也都 他们都也都直接CC我们的CIO 还有我们经理的经理进来 那这些都是过去没有发生的事情 那就是要审核去年跟Salesforce签的合约 看今年要续约里面要续哪一个产品 那其他的IT的经理也会找我 那就是他们也有要管就是不同的合约 那基本上就是要看 那我也是有介入一个情况 就是要看另外一个产品的合约 有没有问题 那这些也都是需要高层来核准这个新的合约 但是我看了之后就发现这个合约 事实上他的价格是偏高 而且他们的这个内部的这个经理级的 的方向 事实上我发现就是不对 因为基本上就是有人 硬要把这个产品的这个合约 硬要算在IT部门的帐上 那我也提出说这个经费 不应该算在IT的这个OPEX的经费 那建议是应该跟我们公司 使用的产品的部门重新谈 因为这比大概一年台币两百多万的合约 那应该是算在我们公司的 marketing部门的帐上才是对的 因为这个产品我们IT并没有使用 我们也没有支援这个产品 所以这些基本上我就是 做到我应该做的事情 那这些经验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经验 虽然老唐不是经理 或者是还不是经理 但是老唐第一个礼拜代理这个经理的职责 已经体验到了当经理是这样的 那老唐也有了这些体验 确实非常相信自己 未来是可以胜任经理级的职位 只是目前短期代理三个礼拜 过后一切就会打回原型 但是这三个礼拜就会是老唐前所未有的体验 也是前所未有的视野 那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老唐将会继续努力接受这个挑战 那老唐将会去展现没有经理 那老唐也可以做 那甚至是可以做得更好更快 这三个礼拜要是把握好这个机会 那未来升迁经理的路可能性可能会更高 那如果做得顺利的话 未来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前进 争取这个机会 目前是第一个礼拜做的心得 是目前觉得做的事情是并没有很难 那难的真正难的事情还是要得到人心 那因为将会有其他队友会不服 那别人会觉得说这个台湾人凭什么代理经理 那因为其他六个人他们都是印度人 那甚至有人是有20年的工作资历 那我是只有12、13年 那也就是要得到人家的服从 要得到人心 然后再还包括种族上面的隔阂 那这个东西确实是难题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那还是要再接再厉 OK那这级老唐也要推荐 ING银行在澳洲 现在正在推广一个很好的活存方案 ING在澳洲现在最高活存利率 可以达到5.5% 那这个方案就叫做 Savings Maximizer的账户 那同时开一个Savings Maximizer 还有Orange Everyday一般的交易账户 除了爽拿5.5%的银行利息 你同时用我的推荐码开账户 你可以拿到100块澳币的奖金 诚实说这个真的是澳洲银行界里面 要开这种存款账户里面最好的优惠方案 那老唐会把推荐码分享 在Podcast节目的简介中 那老唐真的是大推ING 因为前一阵子去日本的时候 老唐就有用ING的Orange Everyday的账户 直接在日本邮寄的ATM提日币出来 那居然是直接用当时的国际汇率 直接换成日币 那ING的客户使用这个Savings Maximizer的方案 在国际ATM直接换取当地货币 前5次ING会把所有的手续费 全额退还给你 那真的是非常的棒 老唐也真的是被震撼到 居然有这么好的功能 OK那Podcast简介里面 也会分享一个老唐推荐的股票交易平台 CMC Market 他支援多国股票交易 也是得过不少奖项的交易平台 分享一个推荐码 你如果使用这个推荐码 去开一个免费的账户 你跟我都可以拿到 无比免手续费的交易 那还有CMC Market 1000块澳币以下的交易 也都是免手续费的 OK老唐自己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